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台北攝影器材劑影音創作設備廠 非常攏長的名字 簡單來說就是台灣最大的攝影器材展覽 反正我們今天已經去看過一輪了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我看到了什麼有趣的東西 然後你們也一定要去看的東西 我想說第一天應該是沒有什麼人吧 所以我們就第一天衝去 然後每一間廠商都走透透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有哪些廠商 然後有哪些酷炫的產品 有一些未發表的產品 我們今天都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幸運的話 發表這支影片當下這個展還是持續進行中 所以我講到的東西有興趣 你都可以歡迎自己去看看 那你如果錯過 那你就是沒有訂閱啊 你給我訂閱起來 進去我第一個看的就是 Aputure i圖示的1200X 那這一盞燈比較特別 就是它是雙色溫 但是它可以有全彩的功能 就是有顏色可以混進去 那雖然它的顏色飽和度沒有到說 全彩RGBWW這麼飽和 但是我用了之後 也是蠻鮮豔的啊 就是沒有到那個很浮誇的鮮豔 但是如果我們在後期後製 我們通常不太喜歡用那種全飽和的顏色 不然你那個攝影機就直接Clip 那你就沒有辦法把這些資訊 恢復回來 調光會比較困難 那像這樣1200X 那種比較不飽和的顏色 那我們後製隨時都可以把它增加到超級飽和 但是你如果已經過度飽和的顏色 很難後期把它就會來 所以我們這個1200X 我已經訂了一盞 所以敬請期待 我們會開箱跟它的分享 新的Fernel它的消息有了嗎 還是還沒有 還沒有,小的那個對不對 還沒有 是已經出來了 但是我們還沒拿到 比較失望的是鄭成 比較沒有能力 他沒有去申請 或者是要到我們最新的Fernel 就是那個超輕薄的Fernel 專門給這個1200X使用了 所以可惜啊 沒看到那個神奇的超輕薄Fernel 但是我們之後我也會買一組 所以就訂閱起來吧 然後現場我也直接就靠背一下 那個鄭成的業務 就是我說我想要買這盞燈 但是他說他會找業務來跟我溝通 但是結果沒有人來跟我溝通 給我聯絡你們的業務 但是他就沒有理我 所以我就自己訂了一盞 我就不知道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他可能覺得 小錢他就不想賺吧 他只想要賺大錢 去跟那個騙唱一次訂個十盞燈之類的 然後我這個只訂一盞了 根本就浪費時間 根本沒賺到多少錢 所以就不想理我 反正他們的業務沒有聯絡我 那我就直接現場加了一下他們的Line 就說我有問題就直接找他們啊 我就直接要到了他們Line 那下一個就是Action 就是才剛發表的無線圖傳 這個無線圖傳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一次走2.4G 5G 5.8G 跟6G 這三個頻段 同時並行的傳輸 我們影像 所以 我們可以獲得 非常多通道 可以一次連超多攝影機的無線圖傳 同時傳輸 這是平常 正常的無線圖傳 沒有辦法辦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時機 雖然我沒有玩也沒有測試 當然歡迎寄給我測試 下一個我們來分享的就是 Lio Photo 的齒輪雲台 我們現場有一款新的叫做G6 這個跟Arca Swiss的另外一款C1 那一款齒輪雲台要6萬塊吧 7萬塊台幣吧 全新的話 那這個Lio Photo 肯定不用那個價錢 而且它的品質我也現場摸了 哇塞 真材實料 雖然是重了一些 如果你要輕量的話 也是買這種Lio Photo G4 或者是G3更輕的 那我之前也有做一個齒輪雲台的 大開箱PK影片 有興趣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這個Lio Photo G6 我要讓現場玩一下 反正它就是真的是 真的 細微調整為主 它沒有快速調整 像是我身後這個G4 G4是有這種快速的鬆緊 可以讓你快速的去調整角度 那這個G6 G6 就是沒有辦法 它一定是慢慢轉 慢慢轉 就是使用需求不同 下一個就要來分享我們的神牛 那神牛有展出 終於看到真面目了 就是我們的Beamlight Max G10 這一個工具 就是要我們燈光投射 非常非常遠距離 又像是燈塔的概念 就是很集中 然後一個光束 這樣射超遠的東西 這個真的是巨無霸 真的是巨無霸 在現場你就會看到 哇塞 這這麼巨無霸的東西 要怎麼 怎麼把它裝到機器上面 而且它就直接擺在我們正門口 一走進去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反正它就是 開年總代理的軍火展示 有玩閃光燈的現場 AD600 Pro第二代 跟AD200 Pro第二代 這兩個新出來的 都有實機可以玩 玩到爽 今年的南光展區 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就是該有的 全部都有 這個歷年來 應該是最大的南光展區 所以像新的 Pevel Slim 240C 也在現場 所以有240 120 60 全部都在現場 這兩片是可以拆開來的 是嗎 還是不行 這個不行 它不行 它折疊是做一起的 哦它是直接 哦 對折的概念 擺在這個 Pevel Slim 240C 旁邊有 Alien 300C 其實這個算輕 對 這樣算很輕 現場這樣拿起來 真的是出乎意料 300W的平板燈 怎麼這麼輕啊 這根本就是 空氣吧 怎麼拿起來這麼輕 你自己去拿Aputure的 Nova 300C 真的是 重量差很多 那一盞Aputure Nova 311 是十幾公斤 這個 肯定沒有十幾公斤 可能5公斤嗎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現場玩玩看 300W的平板燈超輕 真的是 哇塞 我都心動了 目前只有這兩個尺寸 有很多尺寸 有很多尺寸 膽 我們宣誓的一位 都找數位小兔就是了 OKOK 我們宣誓的 翔到沒電了 下一個就是我們 潤城最新代理 就是鐵頭啦 鐵頭整個系列 全部都被潤城代理了 那我們現場也有展出 最新的電動Bump吸盤 它就是可以自動的 吸在我們的光滑表面上 所以你只要車拍啊 還是幹嘛的 你就可以直接吸在上面 它會自動一直 保持最大的吸力 所以開機就會自己吸 對開機就會自己吸 吸力減弱 它會自動繼續用電動Bump 幫你把它用抽真空這樣子 讓它的吸力維持在那邊 這個目前好像還沒有上市 他們還在認證當中 反正這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反正鐵頭之後有需要 就可以去找潤城啦 本廠加油 全部都是廚師的 OK 下一件這一件叫做DryTag 我還要一張他們的名片 我想要保持聯絡的店家 他們的東西 我也有持續在使用 就是像這種 大家很常見的這種 小球球 然後可以吸濕 插電 就可以讓它蒸發掉的 這種小小 保濕 保乾 保乾設備 這種球球啊 小球球 會碎掉破掉 然後變成 它全部都會一直掉出來 一直掉出來 有夠麻煩 所以他們產品改良 變成石頭的部分 他們把這些小小屑屑啊 全部磨成更細 然後把它壓成石頭 像是一塊石頭 因為像龜藻土 但是不是龜藻土的概念 重點是我們的乾燥方式 就不太一樣 我們這個廚師呢 就要插在插頭上 一陣子 可能誤個小時吧 它才會慢慢的病乾 新款的這個廚師石頭呢 它是直接放到微波爐去 微波 所以10分鐘 就可以全乾 這就是快很多 而且你可以一次放2、3個 在微波爐裡面 一次加熱 一次廚師 這個效率會高很多啦 我要吃聯絡啊 當然現場也有一些優惠價格 反正我們今天分享 所有攝影器材 應該都有現場優惠價格 那就是要嘛9折 要嘛8折 要嘛就是 初清5折特價 反正你們要挖寶了 自己去現場自己開心挖 下一個我們來到了新影 那我們這裡有看到一組的 神奇老蛙行為鏡鏡頭 所以它就是行為鏡 基本上這你就把它當作行為鏡的概念 最神奇的就是它的 對焦點是固定的 就是2公分 所以你所有的物品 你要拍這個東西 你就要把鏡頭塞這麼近 2公分距離 然後來拍攝 那它整組鏡頭好像有4顆吧 就不同了 行為鏡倍率 那你就每一顆鏡頭都要放 2公分在你的物件上面 它是沒有自動對焦 也沒有手動對焦 就是固定2公分的對焦距 那我覺得比較神奇 就是這一組鏡頭 嗯 到底是要拿來看什麼用 這好像又不是要拿來做實驗 但是要拍攝 我們到底是要拍攝什麼東西 正常不會拍攝這種顯微鏡 這50倍到底要 什麼時候要用這個顯微鏡鏡頭 沒有說誰被誰取代 就是增加焦段 對對對 我現場也玩了那個安晴的EZ3 那它現場是跟我說 他們的EZ1、EZ2跟EZ3 好像沒有要取代 它不是1、2、3代的產品 它是增加不同焦段 在這整組的EZ系列裡面 所以就是你可以買EZ1 再加EZ2再加EZ3 然後全部都是Zoom的叮嚀鏡頭 嗯 好啦 就是全部買起來就是啦 那當然現場還是說 喔我們的安晴顏色這三款 當然啦 顏色都是色彩匹配的 色彩匹配的 完全不會有看出色差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測過 反正你去現場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You ready 的機器嗎? 會啊會啊會啊 OK Hi 好久不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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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對不對 新造型 是是是 下一個我們就去了弗倫達老闆的店 他現在弗倫達 他還主推另外一個品牌 就是Irex電影鏡頭 有興趣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評價便宜高頻值 的電影鏡頭 而且一整組 我們還有偷偷聽到一個小道消息 就是說 他中間還會再多一個焦段 讓我們的整組焦段更完整 這我就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來 但是 嗯 敬請期待 置入一下 我們這邊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門提供客製化影像製作服務 有需求 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下一個我們來到上浪 那老闆還送我一整組的 神奇工具 然後上面還有Logo 這看起來超讚的 反正我們今天重點就是我們上浪成為了電影系列 Blackmagic 的代理商 所以之後我們的 Blackmagic 大台的 Ursa 系列攝影機 我們就要找上落 現場也直接展示了我們整套的 Blackmagic Cloud 工作流程 就是從攝影機到雲端 然後到剪輯端 直接一整套的流程全部展示給你看 所以 因為畫質已經不是問題了 好 那單攻整個workflow 不到你 哎呦 你很熟 我很熟 我都我在用啊 那現場也直接展示 我們最新發表的 12K Large Format 就是全片幅的 12K 感光元件 Ursa 12K LF 哇賽 所以這一個小角落 就是我們上落的 軍火展示 但我有一個小建議 因為我現場可能沒有時間跟他們講 但是我現在看了 它全部都綠綠 然後一個黑色牆壁 我到底是要拍什麼東西呢 我希望他們之後如果有展場 可以像是Canon或Sony這樣子 至少沒有人沒關係 我們放個小東西吧 一個產品 然後打一下光 讓大家拍一下吧 不然我們現場這樣子看著 黑色的牆壁 到底是要拍什麼東西的 下一個我們來到了Suri Suri的部分 然後我就特別去看這一個 快升快降的腳架 嗯 好 有一個大問題 我是覺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問題 我是覺得不好用的部分 就是它的 我之前已經購買這個啦 YC Onion的Pinter 那這一個也是快升快降的腳架 那這個我覺得比較好用的 就是它的 鬆緊 這個調整的部分 輕輕鬆鬆 但是這個Suri的 它的上下板手啊 上下調整 你要使用整個手腕的力量 用力把它往上推 還可以把它搬開 那我跟他們老闆 應該是老闆吧 我不確定 反正我跟他們深入聊了一下 它正常使用就是這麼卡 要用這麼用力才可以把它搬起來 因為這真的需要 嗯 對 這個老闆又很好用 我們有時候跟他講 可是他說 因為你管徑要這麼多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這樣 你不會叫女孩子這樣推的 嗯 他們是覺得 喔 他說 歐美的人覺得這樣子才正常啊 他們輕輕鬆鬆的搬一下 所以就是亞洲人就是 回家吃自己 就死了 就是上下搬動比較困難 那我是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去調整這個部分 但整體的做工品質 我覺得哇塞 其實是沒話說的 整個非常紮實 你今天也可以去現場玩玩看 到底有沒有我說的 就是我們的板手 到底是不是 有點太硬了 太緊了 下一個我發現這一間代理商 它叫做一配科技啊 它有代理我喜歡的這一個麥克風 結果我一直在使用這個麥克風 叫做Azden 日本的Azden品牌 哇塞 我真的超喜歡 但是我想要買一個指向性更窄的 因為我現在這個稍微轉開來 還是聽得到我的聲音 但是我想要買一個更窄的 所以我變成我可以放的稍微再遠一點點 然後旁邊聲音不會收到 我現場就玩了一下下 雖然我沒有樣片啦 就是因為我沒有相機有XLR輸入 我沒有帶這些東西 所以就現場聽 但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所以我是覺得行銷還蠻重要 就是我想要買這個產品 但是我不知道台灣到底有誰代理 然後我就自己去奇怪的地方買了一組 這樣子 這個代理也沒賺到 然後我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要找誰幫忙 這到底是怎樣 他們也不行銷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他代理這些東西 但他們就是代理很多音訊設備 所以一配科技我記得啦 經過這次展場 之後有音訊設備需要購買的話 就可以去找一配科技 來分享我們神牛 有一個新的產品 未發表、未上市 然後價錢未定的一個神奇的Prototype產品 這個就是我們的60W的小小燈 那他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前面有一個可以超越DitoLight 就是跟DitoLight很像的東西 他就是一個DitoLight接緩 然後可以把我們的燈光 投射很窄的角度 非常遠 然後又非常輕巧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怎麼做到 又輕巧 投射又遠 所以我們變成我們不用很大的瓦數 就可以有超級亮的光線 這個產品真的很厲害 重點是他還有內建CRMX 你如果專業用途 你真的可以取代DitoLight 你DitoLight已經很老了 然後他的顏色看起來也是不太好 所以雖然光學很OK 但是他的顏色LED本身沒有這麼好 但是我們的神牛做出了 顏色又好 然後又內建這種高科技 各種的DMX、CRMX 這種全部的控制 結合我們神牛的光學 哇塞 這整個就是可以打趴DitoLight的 我真的覺得很酷 現場一定要去看這個東西 超越DitoLight的小小未發表的產品 然後最後一個產品 就是我們神牛的F800R 這也是台灣 全台灣就只有這一盞 然後也未發表 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時候 會開始賣的一個產品 它應該是布燈 然後可以折 所以它叫做F開頭的 那它也是RGBWW的燈 800瓦 巨無霸 那它是說就是 之後可能會出小一點的 可能400、200、100之類 然後就會變小的尺寸 但是有一個800R 哇塞 這整個就是一個窗戶燈吧 就是你放在窗戶外面 然後直接照進來 就可以模擬 超陰天啊 就是整個亂照進來的一個慢色光 更多攝影相關資訊 我會放在我的官網上面 有興趣自己去參觀一下